作词 李宗盛 每篇现已正式开通频道会员功能 点击简介下方的链接加入 解锁更多福利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惊人的磁场定律 你是谁就会遇见谁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朗达·拜恩在《力量》中写道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 无论你在何处 磁场都会跟着你 而你的磁场也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 你有什么样的磁场 就会过什么样的人生 一 能量场 情绪的正负决定一生的命数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丹尼尔·戈尔曼说 情商就是情绪管理的能力 湖畔大学学员向阿里巴巴 永久合伙人 蔡重信提问 过去这么多年 最让你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他的回答大意是 你是问难过的事情 还是难处理的 好像没什么难过的事 倒是经历了一些难处理的事 仔细琢磨这句话 没有难过的 没有抱怨的 所有的事情 如果发生了 只是冷静地面对 最多是难处理而已 不会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90%的沟通问题 都是情绪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情绪 真的是会传染的 和负面磁场的人在一起 他们身上堆积的垃圾情绪 会汇聚成一个情绪黑洞 相处久了 甚至会吞噬掉 我们的正能量 而和正面磁场的人相处 即便遇到不如意的事 他们也会积极乐观 相处时间长了 我们整个人也会 变得自信 阳光 我们身边的磁场能量 会受到人际交往的影响 二 一年长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陆瑶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 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 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 就需要在精神上 依托另一个 比自己更强的人 也许有一天 学生会变成自己老师的老师 这是常常会有的 但人在壮大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 都需要求得 当时比自己认识更高明的指教 与你最近的十个人 就是你的圈子 一个人认识的人再多 交往最频繁的 也不过十个 除去置信好友 真正能互相帮助和影响的 都是那些与你有着密切相关的人 正如荀子说 横生麻中 不服而直 白沙在地 与之俱黑 人的本能会随着身边的人的行动 而跟着行动 所以 如果你无法做到自律 最好找一个适合你的圈子 要有更好的圈子 先成为更好的人 朗达拜恩在秘密这本书中说 一个人身边的一切 都是由他内心的想法和特质吸引而来 画家 朱九梦二有句话说得很对 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啊 就是你的人生 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 我多怕你总是挂在嘴上的许多抱怨 将会成为你所有的人生 三 善恶场 发出爱才能吸引爱 罗曼罗兰说 灵魂最美的音乐是善良 纵观人间 美好无数 唯有善意和爱不可辜负 善良就像是一场轮回 生命中你所付出的善意与爱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方华有这样的一句台词 善良从来都不是为了什么回报 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 就像梁小生说的 善良不是刻意地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 它是一件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事 善良自有心知 人好不好 一时看不出来 时间长了 真相自会打扮 作家冷银曾说 你对别人的好和善意 最后成全的都会是你自己 时间一切 明明之中自有吸引力 如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 你付出的善意 也会在你身边 汇聚成一个磁场 吸引到生活里更多的爱 与人为善 则扶其自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合天 钟美美 陆玉霞 米亚黄 宏西妮 王子芳 黛玉 斯维特博 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安豪 私信交流哦 期待与你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